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这个家里的鸡 周周 周周不像 我们现在对刚才有人在下面发声音 就是都会叫 就是做一个吸气短速音 就是这个 也许啊这个千年来 这个没有变 人模仿鸡这个声音啊不好模仿 就习惯这样叫 但是周周当然不像了 因为这是用古音去读了 他又很有意思 他说读入柱 助柱 助柱也不像 请大家用上海话念 就是上海话还是很像啊 做做是吧 跟这个 这个已经你应你的 这个能够你的 因为我们这个汉语里面 没有吸气音作为一个表应符号的 找一个相似的是什么 就是入生字 真的还找得不错是吧 不过这个字在古书里没见过 只有这一个地方解释 似乎还还不错 还蛮有趣的啊 好 杨安斌没有赞 现在我们请杨安斌用这个 你先用这个粤语来念一念 看看怎么样 来来 这里话筒在这里 住不住啊 周周 没有上 差不多 粤语是周周 名语是周周 两支这个声调高低不一样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诞成 诞成介绍一下 这个你们 这个家乡的情况 我老家是陕西汉冲 然后呢 我们的方言 我们的方言片群的 所谓中原官话的秦龙片 就是我们自己方言里边呢 没有跳声音 读这个时候呢 跟北方 就是普通话的这个 就是越谋还是一样的 关键不是他念什么 而是你们真的是降乎鸡吗 在我们那边呢 就是现在一般的 就是乡下里边 就是他们养鸡 然后让鸡过来吃食的时候 确实会发出这种声音 然后让鸡过来吃食 赶紧发 不要结束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所以他也许活在民间 是吧 但是古朱里就是没这个度 很巧 今天有两个人念的时候 都挺像的 好 谢谢你们 他们都有鼓掌 我讲半天都没有鼓掌 啊 我应该怎么或是这种声音 一定有什么 那么就有点 可以 对 我们有点 开关系 这是 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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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